冯小刚坦言自己人生中有三大憾事,网友,我只关注第三个。 人这一辈子活在世上,谁没有几件后悔的事情呢?快别说那些大红大紫的人物了,就连普通的人,在一生中也会有许许多多的遗憾,导致后头每每想起的时候也会后悔。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冯小刚这个人,相信经常看电影的朋友,应该都不陌生他。 很多经典的片子都是由其导演出来的。 但就是这样一位活跃与影视团的人,他的一生中也有一些遗憾。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,这位非常有名气的导演,他其实是一个拥有着二婚家庭的人。 虽然他现在的妻子徐凡,是大众都很熟悉的。 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不为大家所知晓的,是他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段婚姻了,只不过当时的妻子并不是一个活跃于圈内外的人士,所以不被大众所注意到。 并且在第一段婚姻的那个时期,冯小刚还只是一个比较普通一些的年轻人。 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,并且也没有什么能被大众记住的比如颜值等等特点。 虽然前妻张帝,并非一个娱乐圈中人,但他却出身旺族。 并且在和冯小刚的感情中,非常的真诚,尽管当时被女方的父母反对了,但因为彼此互相喜欢着,于是就选择了先结个果,然后再一次,两人就组建了家庭。 婚后不久,冯小刚在主持拍摄另一部剧的时候,又认识了现任妻子,她就是徐帆。 两人就在这样剧情的戏份中产生了一些现实中的微妙的情愫。 而这也是与张帝离婚的主要原因。 尽管自己的老公喜欢上了别人,但张帝是一个心系很高的人,她不想把一段关系闹得太过尴尬,于是最后和平分手成为了结局。 已经过去了这么长些年,她的前妻始终没有再婚,或许是因为对这样的感情失去了信心,不过幸好的是她曾说到自己现在的生活也挺如意的。 所以这也成为了冯小刚的人生第一大遗憾,和前妻离婚了。 其次,相信熟悉这位大导演的人都知道,现目前她膝下无字。 也就是说,在和徐帆喜结良缘之后,她们并没有最后的结晶。 曾经也有传言说到原因是现任的这位妻子,她没有生育的能力。 但其实真相并不是这个样子的,是因为冯小刚本人患有严重的一个疾病,白电风。 所以,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佳。之前又和前妻生过女儿,但是出生就有后遗症,所以可能这也是她的一个心理顾虑吧。 不过对于没能和自己现任妻子有儿女,这确实是她人生第二大遗憾。 然而有哪个女性不想在自己有生之年伟大一把,生下自己可爱的宝贝,事儿是女都好,她们只是想圆了自己这样一个心愿。 但由于自己丈夫的原因,徐帆不能圆了自己的梦想,所以作为冯小刚本人,她觉得对自己的妻子有所歉疚。 不过现在徐帆也领养了一个孩子,把所有的母爱都倾注到其身上,当作亲生一般看待。 说起喜剧性人物,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此联想到王宝强呢? 对于这位红透影视圈上下的人物,可能朋友们并不知道,她其实是被冯小刚捧红的。 之前参演的小刚导演拍摄的一部剧,里面代言了一位傻子的形象,由于演得十分逼真,所以有时候在现实中也有很多人叫宝强为傻子。 其实王宝强的母亲在听到这些留言之后,心里也是非常难过的。 宝强的母亲时常因为这些事情而暗自流泪,当冯小刚了解了这件事情后,就戏谑到自己着实不应该捧红王宝强。 而后来也有网友们大胆猜测,如若当初宝强不被小刚捧红的话,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呢?或许变化很大吧。